小朋友不聽話的時候 那老師會怎麼處理呢 可能會提醒他說 你要注意聽 我們的問題在哪裡 你應該這麼做 會提醒他 那這樣子就有辦法 矯正他們的 就是不聽話的部分 其實對孩子 就是要有很大的耐心 那孩子就是 一二再再二再的提醒 那其實久了 他會覺得那個是習慣 可是問題就來了 其實剛剛 我們討論到說 家庭跟幼稚園的一致性 可是比如說老師的做法 其實相當溫和 他可能就只是 一直勸勸他 對… 就是一直跟他講說 不能什麼的 然後聽久了 而且尤其是小朋友有同儕的 也算是一種壓力跟影響 他看到其他小朋友都這麼做 他可能就跟著做 可是家裡沒有這樣子的對象 他就在家就變成小霸王了 那這樣怎麼辦呢 因為老師其實是很溫和的 為什麼老師的這個方法會成功 其實大家應該要思考一下 因為老師好好跟他講道理的 這件事 老師表現很有耐心 充滿關愛的這些語言 在家裡面好像等不到 對 就是可能爸爸媽媽說 我也是這樣啊 可是在家他就不聽了 對 可是爸爸媽媽有的時候 因為會比較著急 所以有的時候打罵管教還是會有 對 然後有的時候呢 就比較沒有耐心的那些語言還是會有 那小朋友常常充斥在這個語言環境之下 覺得反正我怎麼做什麼事情 我就會被罵 他就自然而然對家裡面這一個地方 會沒有充滿期待 他期待的是學校裡面那個 可以理性的跟我溝通的那一個角色 那我還有一種情形 可能就譬如說好 你剛剛講說 我們不要講說 你喜歡嗎 我買給你 這句話可能不要講 那也有很多家長是會講說 先敷衍他這一次 此時此刻我敷衍交代過去就好了 可能就跟他講說 下次再來 下次再來 下次下次下次 這樣子的語言OK嗎 這樣當然不OK 第一個 你沒有辦法變成 小朋友信任的人 對 小朋友聽話只聽什麼 聽他信任的人的話 而且聽什麼 你一定會聽我說話 而且你答應我的事情 一定會做到的那個人 他越聽話 老師在這個上面扮演得非常好 因為老師覺得 我答應過你的我就要做到 可是爸媽有時候就是比較 比較急啊 或者說是只是敷衍這樣子 那就會造成你跟孩子之間的 不信任感會產生 當這個東西產生的時候 你一個東西沒有買給他 他可能就會去連結到 你這個人真的不守信用 是這樣講的 我也不守規矩 我也不需要守規矩 我守規矩這件事情 反正你到時候說 會給我什麼樣的獎勵 你一定辦不到 對 所以不要輕易的答應孩子 你答應孩子要什麼 帶他出去玩啊 或者說是買什麼東西給他 要先想一想 因為他們都會記得喔 你有沒有發現 小朋友的腦袋 其實他的記憶力都非常好的 你半年一年前答應過 他要買一個什麼什麼 變形金剛給他 他半年到了或一年到了 爸爸你怎麼都還沒有買 給我們什麼時候要去買 這時候你就要有所警惕 我那個時候只是順口說的 那一件事情 造成了我們之間的彼此不信任 那時間再久一點的話 就會影響到 你跟孩子的信任關係 對啊 所以一定要跟孩子 答應孩子的事情 一定要做到 那這樣子你的管教才會有效 不然的話為什麼 他想要得到的好處 他想要得到的獎賞得不到 他總是要去追蹤你的處罰呢 對孩子來講是不公平的 對 我要聽你的 我就是聽你要鼓勵我的 還有你要約束我的 我通通都聽 這樣子才對 那我們講到說有效的方法 其實我想這也是很多家人想說 那到底怎麼樣做 才是有效的溝通方法 其實訂定規則 我們剛才講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在訂定規則的 就是打一個預防人 譬如說你今天要帶他 在百貨公司的玩具流程去買 之前你們就要先做好一些約定 好 如果呢 你等一下給我路倒 路倒就是倒在百貨公司那邊 手踢腳踢等等那樣子的狀況 很多很多很多小朋友 都有這樣的狀況 好 那我們下一次就不來 或者說是我們今天約定好的 今天到哪一個地方去 買的是幾樣玩具 你就是請小朋友自己說 兩樣 一樣 那買完了以後馬上提醒他 我們買完一樣了喔 所以不能再買了喔 我們今天就是這一樣 其他的就是下一次 給他一個保證 給他一些約定 其實這個這樣子做下來的話 比當下情緒來的時候 去處理要來得有效許多 那如果說當下 如果真的情緒已經來了 他已經跟你在那邊歡 一直耍賴等等那個當下的話 我們的建議方是 通常都是先隔離這一個情境 也就是說他情緒也帶開 他的情緒已經來了 我們不要再 我們也常常看到很多爸爸媽媽 對啊 當孩子倒在地上的時候 在那邊歡 在那邊鬧的時候 爸爸媽媽媽還在旁邊做什麼 嚴叫 還在用講話的 你... 那如果說就直接走了 我不理你喔 我不理你了 拜拜這樣子 那這樣子會比較有效 如果孩子肯離開那個情境的話 這一招是有效的 這是有效的 但是通常我們必須要先 跟他講一下道理 就是說我們講過 而且是簡單道理 所以在那個情緒當下 我們不要就是孩子那樣子 一直用那個情緒語言 再去對那個已經有情緒的 對他講會非常非常不能接受 那合理的語言是什麼 他已經倒在那邊 在那邊歡 在那邊挑戰你的時候 我們跟他講的時候是 我們說只能買一個 然後你要走 你可以走 因為你已經把這一個 你們的約定 又重複的講給他了 對 那這個時候你是可以走 那另外一個 如果他真的是 不會主動離開的那個孩子的話 請你暴離開那一個情境 然後到其他的地方去冷靜 對 那在冷靜的當下 是不做任何的指責 或不做任何的言語上面的那些東西 那個於是無不 對 所以這是當下的處理方式 那情緒比較緩和 你發現孩子眼神已經回來了 或者說你發現孩子已經可以跟你 對 或哭泣行為已經降低的時候 我們再來好好去溝通 好 那還有就是剛剛就是 王醫師有講到說 保護過度試試包辦 對 那所謂這個試試包辦 然後我有補充問一下說 那我們應該幾歲就是左右 開始讓小朋友學習自己做的 什麼事情 對 好 我這邊有一個板子 學齡前也就是六歲前呢 應該要學會的治理能力 其實還滿多的 我們現在來現場問一下小朋友 好不好 會自己穿衣服的小朋友請舉手 大家都會耶 對 好 請放下 會自己吃飯的小朋友請舉手 好棒喔 也都會耶 好厲害 所以大家都自己穿衣服 其實都不需要媽媽 可是不知道立喆姐姐相不相信 我們在臨床上面有發現到 九歲的孩子還不會穿鞋子的 九歲已經上小學了耶 對 已經上小學了 那其實這個原因其實很簡單 從小不練習長大一定不會 對 我們還有小六的小朋友 誇張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孤小就已經十二歲了 已經十二歲了 他吃香蕉的時候有一次呢 有一次我們拿給他 就是要他剝皮吃啊 要請他吃 結果他發現很奇怪 他問我這是什麼東西 我說這是香蕉啊 對啊 然後他不知道 那問了以後才知道說 從小到大香蕉都是人家剝好的 給他吃的 所以他看到的香蕉是裡面那樣子 他不知道要剝香蕉的這個動作 所以日常生活裡面的治理能力 非常非常的重要 他跟後面的孩子長大之後的人格發展 有很大的關係 那大家都覺得孩子還小還小 怎麼會要讓他自己日常生活 可以獨立呢 其實大家都錯了 像一歲半的孩子的話 其實他已經可以拿著水杯自己喝水了 對 這個東西沒有訓練了以後 三歲的時候的孩子就會 喝水就會翻倒 就會灑到到處都是 那你看你如果提早從一歲半的時候 那個你覺得是個Baby的那個時期 就是讓他自己拿著喝的時候 他到三歲的時候 喝水的那個動作已經非常純熟了 根本你就不需要動怒 然後生氣說 吃得到處亂七八糟的 喝得全身髒兮兮的等等這樣子 那吃飯呢 對 那如果說是吃飯的話 吃飯也可以 自己拿湯匙 自己開始練習湯匙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歲半的時候 我發現就是很多家長在小朋友 自己練習吃飯的時候 一定會遇到他自己吃飯一定吃不好 對 然後吃不好他就生氣 然後可能就把那個飯弄得亂七八糟 那家長也就跟著生氣 或是說 你怎麼把這個弄得灑得一桌 那這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可能家長說我還餵你啦 或者是說 就那個小朋友就不喜歡自己吃飯 或就不吃了 那這個也是 這個histoire有一點順序顛倒 因為小朋友吃飯 然後結果他吃得亂七八糟 他會自己生氣 他一定不會自己生氣 這個為自己生氣的背後原因 一定是爸媽曾經 因為他吃得亂七八糟而生氣過 所以吃得亂七八糟 這是發展中的必經過程 對 其實 對 那是可以允許的 一歲半 兩歲的時候自己要會脫褲子 自己要會拿湯匙拉拉鍊 這是很重要的一些功能 三歲的時候自己要穿脫衣服了 對 三歲已經自己穿脫了 對 三歲已經自己穿脫了 那很多家長都會連到五歲的時候 才做或四歲的時候開始做 那我都會說 他少了好久的時間可以練習喔 對 如果說 最初少了一年 對啊 最初少了一年 可以去做練習 那三歲到四歲 穿不好的時候 你稍微協助一下 一次又一次的經驗 他到四歲的時候 已經會穿得非常好的 你上學的時候 已經不用非常非常的緊張 快點 我的上班 已經快要來不及了 你還在那邊給我慢吞吞 這是每一個家庭 都會遇到的一些狀況 那這個時候 就應該要來想一下 學齡前的治理能力 是不是應該要提早 應該要提早 開始對他們做一些訓練 那還有第四歲的時候 自己要刷牙 刷牙 刷牙 對 那五到六歲的時候 大概六歲以後要綁鞋帶 然後學習開始拿筷子 那我們講說這些時間 拿不好 做不好都沒關係 但是你要讓孩子有經驗 有經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想今天這個 所有的爸爸媽媽看到我們的節目 都覺得非常受用 因為所有的小朋友 在小的時候 一定都曾經經過霸王時期 尤其是現在小朋友比較少 所以爸爸媽媽還有阿公阿嬤 真的是非常疼 怎麼樣跟小朋友做好好的溝通 不要讓小孩子變成小霸王 我想今天大家都聽到王醫師 很多很好的建議 其實只要良好的溝通 所有的小朋友都會是家裡的小天使 都可以克服這個幼稚叛逆期的 我們今天也非常謝謝 我們今天東森幼兒園 來自大直肺炎的小朋友 給自己一個熱熱的獎勞 我們大家大家今天好棒喔 還有非常謝謝 我們很會講故事的胖叔叔 還有王醫師 跟大家分享這麼多寶貴的經驗 先秀一下 我們等一下還有精采的DIY教室喔 秀一下 謝謝王哥